各位網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0號星期六歡迎大家參加王劍每日觀察 直播一的節目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是中芯國際還是最惠國待遇那麼中美交鋒的下個議題 那麼 最近拜登政府跟中國政府在阿拉斯加交手 那麼美國國會也沒有閒著 有兩個議題被提出來當然還有其他的議題但是這兩個議題比較重要而且影響會很大 一個就是中芯國際一個就是最惠國待遇我們先講講這個 中芯國際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成員德州共和黨議員 麥考爾 和這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 聯名寫信 給這個美國商務部部長雷夢多要求拜登政府勸說 荷蘭政府阻止 阿斯麥爾將這個DUV光刻機賣給中芯國際 那麼進一步收緊對中芯國際的出口限制 阻止中芯國際從世界上任何地方 獲得源自美國的設備或者產品 那麼中芯國際是中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商 那麼這個月初 阿斯麥爾和這個中芯國際 這個出售這個 DUV叫生子外線 光刻機到2021年 其實是把之前的合同延長到今年 那麼 麥考爾跟盧比奧 他給商務部的信裡面要求 要求 美國應該盡量的和盟國達成一個全面的協議 統一出口控制政策和許可證的政策 限制今後出售 類似這種設備和技術 那麼信裡面說 由於中芯國際被指定為中共解放軍企業 被納入軍民融合的國家戰略因此 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明顯的威脅 那麼建議該公司在幫助中國軍方 取到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因此對中芯國際產業鏈的限制 符合美國國家安全 那麼 信裡面要求把這個 叫外國製造直接產品規則 叫 FDPR這個規則應用於中芯國際 涵蓋任何源自美國的技術 和半導體製造設備 那麼確保中芯國際無法從 任何地方獲得關鍵性的 半導體製造設備 那麼這將意味著中芯國際不能夠從美國獲得相關的技術和設備 產品和設備 也不能從美國以外的地方 那麼獲得 這些技術 那麼一般來說是25% 後來改了 把規則改了就是15% 都要去美國商務部申請批准 那麼華為是最先受到這種待遇的公司 但是華為跟中芯國際有點不一樣 華為是中端 中端產品製造商他做手機 手機是中端直接賣給 直接賣給用戶消費者 那麼中芯國際不是中芯國際他是生產芯片 生產芯片 那麼 對華為的製裁實際上會影響很多美國的企業,因為很多美國的企業是華為的供應商 美國的 企業有三下二家美國企業 是華為的核心供應商 賣很多的產品給華為 你一 制裁華為實際上會損害美國的企業 但是對於這個中芯國際不是,中芯國際他不是中端,他是生產芯片 生產芯片 更多的依賴美國的這種技術 那麼 如果美國對中芯國際採取行動,中芯國際 受到的打擊會比華為還要大 為什麼?因為他對 這種技術的依賴比華為還要大 所以 而且沒有替代方案 原來華為,你比如說華為那個時候 買不到芯片他找一些 邊緣性的企業,跟美國沒有關係的企業 有替代方案 當然其實最終還是沒有替代方案 但是對中芯國際來說 完全沒有替代方案 所以 中芯國際對中國非常的重要,而且很關鍵,因為 中芯國際是中國 芯片領域追趕戰略最核心的企業 他也是最接近 整個全世界芯片生產企業當中 最接近第1梯隊的中國企業 而且 中芯國際2019年 就是因為中美關係的交惡 就直接從美國退市 只保留在香港的上市地位,你可以看見 中芯國際對中國很關鍵,很重要 這是第1個,第2個就是關於這個 盧比奧,盧比奧他的信裡面還是這麼說 他要求新上任的商務部長林夢多 比照對華為的先例 把外國 直接產品規則應用在中芯國際身上 而且建議美國商務部 將深紫外線 和其他半導體 製造設備 列入法定基礎技術清單 列到這裡面去之後呢 如果真的放進去了 那中國的芯片製造商 麻煩都大了 所以這件事情影響很大很關鍵,我們等會一起講 另外就是關於最後國待遺 三位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那麼在3月18號提出來一個 叫中國貿易關係法案 要求撤銷 中國在2000年9月獲得的永久性 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 所謂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就是最後國待遺 那麼法案要求美國總統按照這個傑克遜 瓦尼克修正案的要求逐年審批中國的最後國待遺 如果你取消了以後呢 你就一年一年申請 那麼而且這個法案就是這個叫中國貿易關係法案裡面 把這個傑克遜 瓦尼克修正案的擴展 就是 如果中國踐踏人權 或者是貿易侵權行為那就會失去這個資格 把這個作為一個其中考慮的因素 那麼而且這個議案規定中國如果使用這個 強迫勞動營講的新疆了或者其他集中營強 或者強制實行絕育 強摘人體器官等行為就會喪失最後國 貿易地位的資格而且國會 能夠推翻政府對最後國待遺地位延長的這個決定 就是這個法案呢能夠讓國會 有這個決定權 那麼 這個 這兩位 之前其實他們這兩位一個叫史密斯一個叫 其實在去年在上一屆國會是提出提出過這個議案 但是沒有取得進展 那我們大體上說一下中芯國際的案子影響更大他馬上就會出現 出現計時的後果影響非常大 對中國的芯片戰略會產生巨大的衝擊 那麼從宏觀上來說 最後國待遇 最後國待遇的這個議案會比川普政府的 關稅政策影響更大 因為他直接關係到什麼 兩國的經貿關係他直接動搖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 所以他的影響更大比關稅政策還厲害 那麼美國國會跟政府的關係是什麼呢我們從去年一年從前年開始我們可以看到 最突出是去年一年的時間 政府當然是在執政那麼他制定政策然後執行政策 然後美國國會呢是反映民意提供政策建議 並且為政府 提供所需要的政策工具 那麼在川普政府的時代呢 國會制定了很多政策工具 那麼川普政府有的用有的不用 你比如說像香港自治法台灣的法案 都是被川普政府採納那麼川普政府有些政策也不採納 根據他自己需要 就是 國會基本上是在如果方向一致 就是 國會的方向跟政府的方向一致那麼國會的很多的政策 政策工具 就變成政府的一個武器 所以 所以這兩條線其實是並行的 那有的時候國會跟政府的關係不好 或者是他們的政策方向不一樣 那麼他就不能產生這種合力 那麼我判斷這兩個方案來說第1個最後國大影響太大 直接動搖雙方的這些經貿關係 不符合拜登政府 合作 競爭 對抗的對華戰略 因為 基本上 拜登政府還是維持 中美的基本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太大 最後國待遇這件事情 這跟什麼呢之前有網友提出來這個最後國待遇會不會違反這個WTO的 規則 這兩者之間沒有關係最後國待遇是 兩個國家的關係 他是屬於美國的國內法 那麼美國加入WTO這件事情 是他的國際義務 國際義務他只要符合 就是WTO制定的這個 這個經貿規則就行 WTO的經貿規則更多的是什麼 他更多的是這個 更多的是 非關稅壁壘 和關稅水平的問題 那麼最優惠最後國待遇就是我給你最優惠的 經貿關係 所以這兩者之間並不矛盾他是並行的關係 這是第1個第2個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這個呢有一定的可能性 為什麼因為他符合小院高牆的這個 就是拜登政府 基本上在採納小院高牆在科技領域的一個策略 那麼但是 中芯國際真的美國真的要動 在動中芯國際的話 那雙方可能會爆發新一輪的 衝突 那麼我覺得拜登政府主動去採取 針對中芯國際的行動的可能性不大 他可能更多的可能會採取的一種 回應似的 那你比如說 我舉 不一定是真的 我舉個例子比如說 這個 香港問題 香港的真的在修改他的選舉法 真的在實施 修改他的選舉法現在還其實還沒有 還沒真正的實施 那他真的實施了 我就用這個作為一種回應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他主動的可能性不大 主動進取的模式 不大 所以大體上我們做個這樣的分析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就說 這次阿拉斯加的會談 你可以看到一些情況什麼情況呢就是 阿拉斯加的會談其實把很多的形式呢 讓他更清晰了 更清晰 所以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中美關係的態勢 以這個阿拉斯加的會談作為背景 我們來分析一下他的態勢 那麼有幾點我們可以總結一下 第1點 毫無疑問拜登政府已經放棄了川普政府的 對華政策 那麼他開始建立了 建立了相對比較清晰的 他自己的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 那麼 對比川普的政策 川普基本上就是很清晰 中國是戰略威脅 那麼要全面對抗要全面和中國進行對抗 同時其實川普政府後期 也在建立和 盟友建立一個對華政策的聯盟 但是這個動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難 所以在後面這部分的工作其實 進展不大 進展不大 這是第1個 那麼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呢有幾個要點 第1個 他是一個持久戰 這跟 川普政府一點不一樣 川普政府很著急 很多 他為什麼會 激烈的對抗原因是因為 他的時效比較短 就說 你可以看到就說川普政府是希望能夠儘快的 推動他的政策 短期見效比如說脫鉤脫鉤很多 很多時候是希望能夠儘快見效的 但是拜登政府不是拜登政府對華戰略就是 之前講過的這戰略耐心 戰略耐心就是持久戰 這是第1個 第2個 我就說的他左右互搏 以競爭為主 他的對華政策是以競爭為主體 需要合作的地方合作 甚至在某些領域會激烈的對抗 競爭是主體主要的手段 就是讓我自己更強大 這是一個方面 在某些領域我跟你合作 但是在某些領域我堅持立場 需要對抗就對抗這是拜登政府的 策略 策略 還有一個當然另外一個基石是什麼 另外一個基石就是 跟盟友的全面合作 美國重返 世界政治舞台 基本上拜登政府是一個這樣的戰略 那麼拜登政府就是 不宣桌子 大家還是在一張桌子上吃飯 那麼把這個局面維持住慢慢來找朋友一起打 這個打架 不單打獨鬥 把朋友招來要打一起打 在代價小 必勝的領域 關鍵的領域 打一場狠的架 平時不打架 基本上是這樣 這是第1個就是 拜登政府的取向 第2個 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 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第1個 川普政府 基本上關閉了一個正常往來的這種渠道 那麼我相信拜登政府會慢慢的逐步的恢復正常就是 中美兩國的 外交關係會逐步的正常 但是中美關係 再也回不到從前這是沒有疑問的 這是第1個第2個 中美關係應該會基本上處於相對穩定的格局 這個穩定的格局當然有個前提 我們之前看到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之前看到的情況就是 布林肯和這個楊潔篪的通話 其實有一句話很關鍵也很重要這反映了川普 拜登政府的一個 取向 是什麼 就是確認 一個中國的政策 不變 這是 這是布林肯給出的最重要的一個 給出最重要的一個承諾 這是一個承諾 那麼這是維持中美關係 大體上維持正常 穩定局面的一個基礎 那麼在此之前川普政府是 川普政府是不斷的挑戰在這個問題上的底線 讓中國那邊非常的焦慮 非常的焦慮 但是從對於 拜登政府來說呢他不希望在這個領域 發生什麼呢發生核心的 激烈的衝突導致這個局給破了 他不希望破 所以我相信 拜登政府的對 對台灣的政策會稍微的往回退一點 但是他有一點他會守住就是 保護台灣的這個政策會更守住 因為對美國來說 台灣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的非常高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拜登政府一個是守 一個是退 應該是一個這樣的態度 所以維持一個這樣的局面 中美關係會維持一個基本的 態勢 但是雙方會處於 長期的競爭狀態 那互相使絆子 明爭暗鬥 就是常態 明爭暗鬥大家反正就是長期競爭 競爭是什麼呀 就不能指望你好啊就是我要強你要弱 就這個意思 那麼你可以看阿拉斯加的會談其實就是一個非常 非常清晰的什麼 象徵 這個樣子就會是一個這樣的樣子 那麼這是第2第3 美國會在關鍵的領域下注 那麼 比如說科技 比如說意識形態 比如說盟友 比如說地區熱點 他會在關鍵的地方下注 那麼這些地方會投入資源 進行 守住他的底線 那麼中國方面呢會繼續保持他的對外擴張的這種態勢 因為他的 叫東升西降的這個判斷是沒有改變的 沒有改變的話他會繼續擴張 擴大他的地區 甚至全球的影響力 那麼中美之間的這種 在某一些某一些熱點地區 某些關鍵的議題上 出現激烈的對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會不時的出現 第5 中美關係 實力懸殊 這個態勢沒有變 那麼美國用時間就是把這個戰略周期拉長 用時間換空間的這種操作呢 其實他的殺傷力更大 為什麼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說中國需要美國 然後我們再看美國需要中國你看一下雙方 什麼叫實力懸殊就在哪裡 我們先不說 經濟 軍事 地緣政治 雙方的這種實力我們不說這個實力懸殊 就不用我來講因為大家很容易就能夠看到 我們說什麼我們只說這一點就是 你對對方的需要什麼 這個很重要 第1個 中國需要美國什麼東西三樣東西核心的 第1個 市場 中國的貿易順差 80%到90%都來自於美國 所以他對全球的貿易順差 80%到90%都來自於美國 所以 中國第1需要美國的是什麼 市場 要出口到美國 這是第1個第2個技術 技術這個沒有疑問大家很清楚 第3個 石油 糧食 芯片 這個 主要的我們有戰略性地位的 就這三樣東西 中國需要美國這三樣東西 那麼美國需要中國什麼 我拼湊了一下 第1個 地緣政治的合作 維持這個局面那你也得跟我一起維持這個局面 你不能掀桌子 第1個 第2個 氣候變化這是拜登總統的國家戰略 那麼氣候變化中國是30%的 碳排放 所以占全球30% 那麼需要中國的配合 第4個中國市場 美國企業去中國市場投資尤其是華爾街 那麼基本上美國需要中國是這些 那麼你這對比 這三樣東西對比 誰更重要 那對中國對美國的需要 更是戰略性 所以這是 所以我說雙方實力懸殊 美國操作的空間 把這時間拉長的話 那麼這種競爭如果美國有意識的跟中國競爭的話 那中國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是第2點 第3點 我們來講講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會後的這個 賽後分析 我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美國的主要的媒體的 今天的報導啊我念一下題目 內文等一下我來再跟大家說 紐約時報說拜登前60天和中國和俄羅斯 發生的衝突 拜登政府前60天 就他的這個 上台前60天 Political 根本上的矛盾 阿拉斯加會談後中美各兩國各退一角 這是Political 華爾街日報激烈的阿拉斯加會議 使得已經搖搖欲墜的美中關係更加複雜化 華盛頓郵報 拜登政府顯示出 與美國和俄羅斯高調交鋒的胃口 這幾家報紙的新聞和評論 總體我自己的感覺 有兩點 第一點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其實越來越清晰 就是說 一方面要合作 一方面要競爭 一方面需要的時候呢 會對抗 該對抗的時候毫不猶豫 全力以赴的對抗那麼需要合作的時候跟他的合作 基本上是一個這個 這個拜登政府的這個對華政策的 路線 策略越來越清晰 第1個第2個 楊潔篪 楊潔篪的發飆 這個是一個話題現在是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呢 從效果上來說 楊潔篪的發飆得不償失 雖然他 他讓小粉紅嗨了一把 但是這個 你讓不讓他嗨其實小粉紅在中國政治當中一點都不重要 輕如紅毛 所以你說 他跟這個布林肯不一樣 布林肯 他在鏡頭面前的表演 對美國正對拜登政府來說那真的非常關鍵 因為他要取得國內民意的支持 他不能表現出軟弱來 另外一方面他要把他的政策講給美國的 國民知道所以 布林肯在鏡頭面前的表演 和 楊潔篪在鏡頭面前的表演楊潔篪你表演你雖然當然你是在國內的表演 再把國內的 老百姓和小粉紅的大腦洗一遍 已經洗了幾十年了你再洗多一次不少不多洗多一次不少對不對 所以兩個表演的這個 這個 價值或者影響是不一樣 但是 你別忘了 這個楊潔篪你除了表演給小粉紅看以外 美國媒體也會看到啊 美國的這個媒體看到 他對中國的這個評價 他對中國這個描述也會影響美國的 美國國民的這個態度的 我來找一段給你大家聽一下 這個話其實 其實這件事情對中國來說 我覺得是得不償失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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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華爾街日報》《華爾街日報》這麼說 雖然美國官員淡化了公開的爭吵 但在記者面前展示的分歧暴露了兩國政府之間 日益加深的不信任 這很可能使得合作更加困難 然後就是 你看 這種尖銳的爭吵表明雙方對兩國之間的力量平衡的看法 都在發生變化 增加了在關鍵技術的控制 中國對台灣和日本主張以及在南海 等熱點問題上出現誤判 和衝突的可能性 就是 這是華爾街日報 你看一下這個 紐約時報 你看他這麼說 所有的參與者 都是在向國內的聽眾表演 這個是事實 包括拜登團隊 但這並不完全是一種表演 雖然冷戰沒有恢復也沒有什麼那個時代的核威脅而且目前的競爭還是在 技術網絡衝突和影響行動上 但現在上演的場景 卻 卻有旧日環境的回響 那麼作為戲劇性外交的一個時刻 周四和周五美國人和中國人在安克雷奇的會晤 讓人想起60年前 蘇聯 蘇聯 蘇聯總理 蘇聯是總理嗎 蘇聯那個時候是 我不知道他的職務了赫魯曉夫就是想起赫魯曉夫在聯合國 說辦公桌上敲 敲鞋大罵帝國主義成為全世界的頭條新聞 就是 這個紐約時報把那個楊潔篪 的內痛發飆 和什麼和赫魯曉夫在聯合國把鞋脫下來敲桌子相提並論 所以這是你想這是什麼情況 我就不念了 我們繼續我們的 主題吧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說呢 結果我們就總結一下這次會談 有什麼收穫 我們看一下雙方有什麼收穫 先說 雙方的這個政治目標 中國的這次會談當中的政治目標 有三個 我的判斷第1個 重啟中美關係 然後緩和雙方的這種 這種關係的這種 這種狀態 這是一個這是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關鍵的 這是第1個第2個 中國還是希望 中美兩國元首飾品 就是4月22號 為什麼 因為對中國來說 盡量的讓中美關係處於一個穩定的狀態對中國更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也 中美元首的視頻 視頻對話 應該也是中國方面的一個 一個需要 這是第1個第3個 試探拜登政府的 對華態度 他是要摸底的 這次見面中國方面有個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務 就是對 拜登政府進行摸底 公開的吵架我不說我們就說這個 他們的政治目 政治目標 這是第1個第2個美國方面 美國方面的政治目標 第1條 就是向中國施加壓力 向中國施加壓力 展示 拜登政府 強硬的對華政策 這是演戲給大家看 這齣戲全部演了 戲碼全部演出來了 這是第1個第2個 向中國展示他們關注的議題 那麼 也要取得中國關注的議題 做為什麼呢 作為他們對華政策制定的 對華政策的依據 這是第2個第3個 中國美國方面也是要恢復 中美關係的正常化 這是 他們整體戰略的一個部分 第4個 就是氣候議題 氣候議題 那麼基本上是這樣 中美之間你可以看 我們把這兩個 兩個雙方的這個 政治目標往中間一放就知道哪些會 會成 第1個成的是什麼 中美外交關係正常化肯定會成 這是第1個第2個 中美元首視頻通話 肯定會成 這是第2個 第3個 交換立場肯定會成因為對話一定是交換立場 成 但是有兩個後果 這次就是 開場白有兩個後果 第1個後果 就是雙方的這個衝突 雙方的矛盾雙方的激烈的對抗 在 電視機鏡頭上向全世界展示 這對誰不利 這對中國不利 中國是想緩和 那麼拜登政府是要顯示他的立場 這一點 中國不利所以我說這個楊潔篪發飆 這件事情 得不償失雖然他讓小粉紅嗨了一把 但小粉紅在中國政治當中 不重要 他們只是個工具 他需要讓他嗨就嗨一下 這是第1個第2個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更清晰了 就是說 之前有很多質疑 那麼 你通過這次會談 很多質疑就 你可以看看這個美國的這幾家報紙 他們的評論 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就更清晰了 所以從總的情況來看 美國 在這場會談當中 得著 得著更多一點 廣東話叫 更多一點 那麼中國當然也有他的 他的得著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大體上就講那麼多啊我們下面進入互動 總結一下 中美關係 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格局 這是第1個 那麼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 慢慢的浮出水面並且逐步的展示給大家看 那麼我相信 在未來的日子當中 中國將會面臨 更困難的局面 拜登政府的這個政策可能會讓中國更難過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那我們下面進入互動 進入互動之前 溫馨提示 請大家點贊請新來的網友訂閱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那麼進入互動之後呢請大家不要聊天 那麼四個 情況觀點 情緒 問題 那麼鳴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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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火力發電零污染OK 謝謝 太贊同王先生說的小粉紅在中國政治中的地位 小粉紅在中國政治中 他只是一個工具 中共執政又不用小粉紅的同意 小粉紅在中國政策當中制定過過程當中 根本沒有任何的影響力 所以他們是沒有地位的 謝謝 謝謝 王老師的節目影響越來越大已經不在 已經在不同的群裡 看到有人傳王老師的節目片段讚一個謝謝 觀點 王老師剛剛總結了對中美對彼此的需要多少深受啟發 縱貫近代史 哪怕地球上沒有中華文明這個世界照樣進步甚至更快 雖然這麼說很難聽 但這幾百年來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進程幾乎沒有貢獻 這片土地只是秩序的消耗者 甚至破壞者 而非建立者 你把這個時間軸拉長一點 中華文明清之前 中華文明清之前在清清朝以前 明清時代基本上中國跟 這個世界上的關係並不大除了中國會出口一些 茶葉啊絲綢啊瓷器之外中國跟這個世界關係並不太大 我們就不展開說了 因為 唯不小心說的不周延的話就會經常被更正 那我們 不輕易去評論吧因為 不那麼容易周延因為我們就這麼 不好好的梳理一下思路不能夠說得太周延 觀點楊潔篪的表演不僅僅是給國內小粉紅看 更是給小粉紅身後的主子看 楊潔篪本身原來的派系色彩不濃 在習的體系地位不算突出 與川普談的 與川普談的是劉鶴 都沒用到他 這是個表忠心與愚尊看齊的好機會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看 劉鶴是經貿談 中美貿易談判 劉鶴是主談 但是處理基本上不僅僅是習近平 基本上你可以看 胡錦濤時代 那麼 基本上也在用用這個楊潔篪楊潔篪在中國的外交層面 對美關係上基本上楊潔篪是 主要的一個 怎麼說 主要的一個人物 所以雖然他不是外交部長 但是你可以看 這場談判就看得很清楚 王毅是打醬油的 就是個 陪太子讀書的 整個的會場 整個的這個會場 中國方面 就是楊潔篪一個人 王毅靠邊站根本說不上話 所以 這個身體語言很清楚 就說 楊潔篪從來一眼都不看王毅一眼 一眼都不看他 跟布林肯和沙利文之間的那種交流,身體這種交流 地址條啊,咬耳朵啊,完全不一樣 楊潔篪根本不看王毅 想說什麼就直接說 王毅是配合楊潔篪 當然他們政治地位差太遠,一個政治局委員 那一個中央委員,這個差好多級呢 提問,王老師之前的觀點,美國對中國就應該採取對等的政策就對了 那是否和拜登該合作,該對抗對抗是一個意味 雖然很多不能自洽,但是也多了靈活性 以此解決這個世界深度廣泛合作大情況下的矛盾問題 對等只是一種做法 就是我對你採取一個措施,我肯定有個說法 你可以提供一個說法 對吧 你讓我 讓我做這件事情 我不高興 我就對你做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做這件事情之前,我得跟大家講清楚,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對等的原則,基本上你可以解釋很多行為,你比如說 記者 然後你讓我的記者回來,可以啊,那我的記者也得去啊 你讓你說這個CDTN CDTN在美國播出,沒問題啊,那你CDN是不是去中國播出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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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王老師,依您的判斷,美國有沒有推翻中共的態勢 美國長期 長期來,有沒有讓中國分裂成幾個國家的動作和打算 我不知道 如果他背後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他也不會說出來 對嗎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 你不要問我他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別人想什麼 我只能 我只能告訴你 他做的這些事情 反映出來的可能的意圖 但是你上來就問我說 他有什麼想法,我不知道 我只能看出他的行為背後的意圖 如果跟行為沒有關係,我憑空 不知道別人的想法 對嗎 觀點,雖然楊潔篪演了一場讓中國可以打雞血的大戲 但對於談判本身並沒有幫助,即使中國是大街罵人 小巷道歉的把戲 在秘密會議時認慫,也不可能 讓美國在短時間內 收緩對中國的強硬手段 而美國如果也要對自己的國內交代 近期之內,美國一定會在科技金融制裁上加大力度 對於這兩個方面,美國擁有的手段太多了,比如華爾街上市的中企 要立即接受美國的審計 科技方面只要對中芯和小米加大一點制裁力度 中國基本上科技發展無望 我還是那句話 在中美關係當中就是 美國的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美國的核心的問題不是 和中國之間 有多大的對抗性的問題 基本上在中美關係當中是美國選擇 用什麼方式來對 對待中國的問題 因為我都講了 美國不需要依靠中國 中國 中國就算消失了,對美國也沒什麼太大影響 最多就是有些產品要 訂單要轉移到其他國家去而已 但是如果你美國消失了,對中國影響就很大 所以 這個態勢就很清楚,你把這個態勢往中間放你知道 誰是主動,誰是被動,誰是優勢,誰是掠勢很清楚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基本的判斷以為說中美之間是 是一個對等的對抗,很多時候拿這個 說我們要中國要打一仗 打不起來 打不起來 雙方實力懸殊太大了,我都說了 全世界的軍隊加在一起 組成一個統一的軍隊 跟美軍打都打不贏 何況你中國 在這裡面佔多大的比例 雖然你可以看到有些人說,中國 這個軍艦下水跟下餃子一樣,這個數量已經超過美國 你想一下,那些軍艦他有多大的防守能力 他能抵擋多大的攻擊,所以我們不能用這種 這種 不make sense的判斷來影響我們的看法 好不好 觀點,感覺西方陣營 稍晚會公佈一份類似聯合聲明的對話政策 我覺得西方陣營要統一對話政策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比我們想像的時間要長 拜登政府對盟友的態度和川普政府對盟友的態度有個根本的區別在哪裡 對於 對於川普政府來說 他對盟友的要求比拜登政府高 因為他跟中國是對抗 他對抗意味著什麼 他去找盟友,來來來跟我站在一起,意味著什麼,因為你的盟友要選邊站 你要么站在中國一邊,要么站在美國,因為你是對抗 就是 一個好人一個壞人,或者一個醜一個惡,一個醜一個美 你也得選邊站 那你很多盟友他不是啊,他願意支持美國 但是我不願意跟中國對抗 這是很多國家的看法 因為中國是世界上第2大經濟體 他對全世界的影響比你想像的要大 當你在要求盟友選邊站的時候,這個盟友不就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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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表態唄 你半天不表態 吆喝了半天,沒有人站在你身邊來,你不是很尷尬嗎 這是個問題 拜登政府現在不要求大家選邊站 我們還要合作 我們能不能站在一起 你不選邊站的盟友不就好做多了嗎?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其實很重要的是什麼 很重要的是理解 我們在一個地球上 我們面對的這個局面是個什麼樣的局面 所以 西方陣營 在意識形態上是容易走到一起來 在中國的 某些特定的領域 西方國家很容易走到一起來 但是他又有很多利益跟中國有很多利益的交革 交織在一起 他也不能容易 他也不能容易制定一個對華政策 所以讓西方走在一起來的時間 沒那麼簡單 沒那麼容易 觀點,楊是副國籍,王是國務員,也是副國籍 但政治地位還是楊老辣一點 楊三朝元老,必有過人之處 政治局委員是副國籍 是副國籍 但是政治地位差遠 提問,中共在情勢困難的時候都會 加強騷擾台灣,既然美國 戰略越來越清晰,未來騷擾台灣也會加強嗎 例如戰機直飛台灣本島 不知道,要看一下 我看台灣那邊現在很聰明 現在台灣那邊 跟大陸開始放 放出 放出一些 緩和的 信號 緩和的信號 緩和的信號是個好事,因為 因為其實 都要避免 在台海出現衝突的可能 那麼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方面向大陸發出緩和的信號 我覺得當然跟美國有關係,美國不希望這個地方發生衝突 那麼肯定要跟台灣交流,我們不希望在這發生衝突,台灣說我也不希望發生衝突 那怎麼辦 那我就放出一些信號,你也放出一些信號 那麼其實最焦慮的是 其實最焦慮是大陸 大陸最擔心的是什麼,它的政治底線被突破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布林肯 出來和楊潔篪 通話的時候 確認一個中國的政策 不變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步驟 那他會緩和 台海的局勢 因為之前拜登政府不斷的往前推 往前推,推到某個程度 甚至可能一國兩府都會出來 甚至這有可能 一國兩府那對中共來說 那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問題上 所以 為什麼台海出現了一個 非常嚴峻的局勢,就是他真的有可能擦槍走火 那會不會減少呢,我們要看 看在這一系列的互動過程當中 但是我認為 台海局勢會緩和 會緩和 而且會緩和很多 提問,讓國內難受的是川普政府的對等政策原則 拜登政府是否還會堅持這個對等原則 我不知道 要看吧 剛剛開始嘛 提問共和黨眾議員安迪巴爾對中共外交官在美中會談上的無理 表現 表示氣氛 他認為 必須讓盟國清楚,一個自由民主社會跟一個封閉的共產黨 警察國家的道德差異 現在中外都不斷的用道德攻擊美國 普京 今天還指責美國是唯一使用過核彈的國家 關於道德問題,美國如何在 輿論上反擊 你這不應該問我 你應該去問 問白宮 對嗎 我不是白宮法院人 我不知道 我只能評價 他們的反應 好嗎 提問美國製造業流失嚴重,請問汪老師供應鏈上會被中國卡住嗎?你問過了 你問過了 我不相信,我不覺得 美國製造業流失嚴重的問題 美國製造業已經 美國已經產業升級到高科技了 美國還有一些製造業 但美國的製造業不是 不是個支柱產業,所以你說流失嚴重 你還要認真的研究一下美國好嗎 我不覺得這是個問題 觀點,昨天王先生關於人民底層互害的評論完全贊同 網上看到一個評論可以比喻 古羅馬鬥獸場,死傷無數,我不想 評論角鬥事與 野獸誰更殘忍 只想問的是 誰設計了這個制度 非常正確 提問,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這本書上提出 全球化正在創造出一批超越國籍的精英,世界公民 一批跨國企業的管理者 管理和服務於跨國企業的全球生產 工廠開在低人工成本的亞洲,而產品消望全球 他們關心全球問題遠多於關注美國問題 他們自認為是拿美國護照的世界公民 王老師怎麼看 這不是美國的最大的優勢嗎 你說呢 一個國家能產生世界公民 說明什麼 說明你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對吧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一個國家的影響力,一個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的軟實力 靠的是什麼 不是飛機拿炮 也不是你的生產能力 靠的是 你的這種開放性,一個是開放性 開放性,我就把門打開 開放性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你的吸引力 靠的是創造力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觀點,既然明白了中美關係晚不回來,就表演一把強硬的態度 讓老百姓以為他們很牛逼 跟著他們可以自豪 可以傲視帝國 美帝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就把事情看得太臉譜化了 提問,未來中國的產業鏈都在外流,無產階級的生活是不是 會越來越艱難,中國未來有可能發生革命嗎 這種結論性的問題我們只能觀察 提問,王先生了解商君書嗎?這本書 塑造了中國幾千年的專制極權社會 對人民犯下了無窮無盡的罪惡 一直影響到今天 所以 所以商鞅就被無碼分屍啊 他下 他這個叫什麼 他死得起鎖 對嗎?你說是不是 鳴謝 謝謝 謝謝 提問,伊朗朝鮮美債問題 美國需要中國幫忙嗎 美債問題 中國會與俄羅斯 俄羅斯 結盟威脅美國嗎? 中國不會跟俄羅斯結盟 為什麼? 因為中美之間的矛盾也很激烈,不,中俄之間的矛盾 也非常的激烈 兩個 兩個有邊界的大國 他們之間的矛盾 一點都不比 你想一下吧 中國跟誰有矛盾 中國跟俄羅斯有矛盾 中國跟印度有矛盾,這都是有邊界的大國 一定好不了,他們關係好不到哪去的 只不過說他們之間的互相需要 讓他們走到一起 但是你說他們建立軍事聯盟,我不相信,要建立軍事聯盟早就建立了 不用等現在 伊核朝鮮 美債 美國需要中國幫忙 基本上都不需要美國幫忙 不需要中國幫忙 美債 你去買別的唄 如果可以的話 中國早就買了別的了 是嗎? 觀點,海外華人應該注意 敦親睦靈的重要性,小心共產黨的操作 造成各國反共情緒 變成對華人的 反華情緒 最後被迫綁到共產黨這個破船上 這就是共產黨經常 威脅海外華人的地方 我不同意 為什麼 你好好的當一個美國人就好了 然後如果有人 跟種族歧視你就站出來反抗就對了 就這樣坦然就行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刻意營造這種話題呢,就是威脅海外華人 就是中共的伎倆 觀點,現在的中國 中共並沒有走出中國歷史上朝代輪迴的圈子 現在財富的貧富分化 和歷史上的土地兼併並沒有兩樣 沒有意見 好吧 因為這是個很大的一題 我不想一句話兩句話講,又不走眼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裡,感謝大家的參與,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 再見之前,請大家點贊 請新來的網友訂閱,請大家加入我們的會員,支持我們做更好的節目 做更好的自己 謝謝大家,謝謝 再見 indie 谢谢观看